蓝莓 我是爱种菜的西小厨 蓝莓是营养又美味的超级食物 并且富含抗氧化剂 是非常适合自家后院种植的浆果 既可以种在地里 也可以种在花盆里 春天可以欣赏它们的花朵 夏天可以品尝它们鲜美的果实 那么蓝莓种植时需要怎样的修剪和施肥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给蓝莓修剪的时间和方法 以及怎样给蓝莓施肥 什么时候施肥 用什么样的肥最合适 首先我们来修剪蓝莓 提到修剪 还是先要介绍一下什么时候修剪最合适 歇剪蓝莓一般是在冬末至早春时 在霜冻已经过去 开花之前的这段时间进行修剪 如果蓝莓是种在地里的 那么在树林小于三到四年的时候 是基本上不需要怎么修剪的 要剪的话呢 也只是剪一下不好的肝脂弱脂病脂 真正需要修剪的是三四年以上的蓝莓 我这两颗蓝莓已经有七八年了 是我最早开始种植的两颗浆果类的植物 现在看来这两颗枝条凌乱密集 在这种状态下就需要修剪了 在修剪之前呢 我想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个蓝莓的重要的知识点 那就是蓝莓果时的着生方式 也就是蓝莓果在枝条的哪个位置生长 蓝莓果的花芽是在新梢附近着生 一般在新梢上会有两到三个花芽 这个是属于纯花芽而不是叶芽 头一年夏季发出的新梢灼生的花芽 在来年春季花芽会开花 所结的果实成碎状一串串的 去年结果果的枝条呢 今年就不能再结果了 所以呢在修剪时 我们可以把去年结果果的老枝剪掉 蓝莓的修剪要以枢枝为主 修正过于密集的枝条 枝条过密容易引发病害 还会招来飞蛾类的昆虫产卵 也就是容易生毛毛虫 蓝莓修剪基本上要遵循以下 三加一点原则 什么是三加一点原则呢 第一点 剪掉枯枝 弱枝 和有病虫害的枝 然后第二点 再剪掉向内生长的枝 向内生长的枝会影响植株的通风透光 而且由于向内生长 导致花果都无法接受足够的阳光 即使有果实也发育不良 浪费养分 所以要剪除掉 这样就可以促进抽生 向植株外侧延伸的枝条 保持良好的通风和日赛条件 还有第三点 上一年接过果的老汁 我们刚才说了 接过果的枝条下一年就不能接果了 所以也要修剪掉 现在来对比一下修剪前和修剪后 另外呢 如果蓝莓的长势不好 或者是长得型 你不满意 可以适当的进行短节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谓的三加一点里的 加的那一点 一般呢是剪去需要修整的枝条的 上部分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这样呢是可以有促进这根枝条萌发新枝的作用 当然我这根枝条非常好 我是不需要短节的 今年呢我并没有对蓝莓进行短节 因为今年这两颗蓝莓呢是不需要的 所以蓝莓呀我是不建议经常短节的 如果经常进行短节啊 反而可能接不出花芽来 所以短节这一点我就没有列为 每年修剪蓝莓必须做的那三点里 而是要看情况而定 这三加一点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需要保留的 看一看 是 从根部旺盛的生长出来的枝条 蓝莓保留枝条的原则呢是 尽量留新枝去老枝 新枝的分化花芽和结果能力明显会强于老枝 修剪完了蓝莓 现在我来分享一下 种植蓝莓的土壤和 怎样给蓝莓施肥 首先呢蓝莓施肥也是要讲究时间的 一般的经验是在早春 蓝莓的新叶子长出来之前施肥 我们这里呢由于冬季比较温暖 一般是不会低于零摄氏度的 而且这个蓝莓的品种决定了 它们在冬天是不会落很多叶子 而是叶子变成红色 但是有些地区有些品种 冬季的蓝莓是没有叶子的 那么就更好掌握施肥时间了 一般在早春长出新叶子之前施肥 是最佳时间 并且在生长正常 没有出现严重缺数症的情况下 蓝莓不需要施很多次肥 每年就这一次肥就够了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蓝莓施肥 需要什么样的肥料 蓝莓施肥所用的肥料呢 与其他自家种的果树和蔬菜 可能有点不一样 蓝莓属于灌木 最初是来自于松真林 因此它更喜欢有机成分高的 成年土壤和肥料 比如堆肥土和完全腐熟的粪肥 而且蓝莓喜欢酸性的土壤 在PH值4-5之间是最合适的 根据这些特点呢 给蓝莓施肥 应该选择有机成分高的酸性肥料 可以在种植蓝莓的时候 使用堆肥土混合花园土 作为底肥积肥 如果有条件 还可以加入一些松真土 或者是一些晒干的松真 松真土是酸性的 而且能够帮助疏松土壤 如果是盆栽蓝莓的话 可以直接选择购买 专门为杜鹃花和山茶花设计的盆栽混合土 在每年施肥之前 要检测土壤的PH值 如果PH值偏高 除了堆肥土和腐熟的粪肥 这样的有机肥 我们还可以使用酸性的肥料 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 这两颗蓝莓的土壤 现在是6.0 对于喜欢PH值是4-5的蓝莓来说 这个值是偏高的 这种情况下 可以用给山茶花和杜鹃花的肥料 来帮助蓝莓施肥 因为这两种花所需的PH值和蓝莓是一样的 而且蓝莓本身就是属于杜鹃花科的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很在意有机种植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一些有机的肥料 像这种 这种 这些都是有机的适合酸性植物的肥料 可以用于山茶花 杜鹃花 也可以用于蓝莓 另外在每年春季使用硫酸钾 也是让蓝莓果长得好 并且能抵抗真菌感染的法宝 硫酸钾是酸性的钾肥 大家都知道想要果实结的好 钾肥不能少 硫酸钾有颗粒状的 也有粉末状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粉末状的 可以溶于水 以浇水的方式浇肥 使用起来更方便 也更容易被吸收 好了现在呢 碱汁和施肥都搞定了 然后呢就可以等待蓝莓春季 开出像小灯笼一样的一串串的小花 可夏季美味营养多汁的蓝莓浆果了 期待夏季蓝莓的丰收 等到我们这里夏季时 我会继续再拍蓝莓结果的影片 和大家分享 想要看蓝莓结果 和了解更多家庭种植经验和知识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订阅和关注 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哦 小厨每周都会更新 和您分享各种种植心得 好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咱们下一期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